非常感谢宗益先生 非常感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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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李俊华先生 阁下部长大使尊敬的来宾 参与人 欢迎大家来到IGF第17届大会 也感谢在网上参加我们的同事 第17届互联网治理论坛 埃塞俄比亚大会现在正在开会 正在埃塞俄比亚亚地斯亚北巴开会 那么 我们要有请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理 上台做演讲 那么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我们的阁下 埃塞俄比亚共和国总理 埃塞俄比亚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第17届IGF的主办国 而且也是第三个非洲国家主办IGF大会 那么今年呢 我们将采取混合型的模式召开这场会议 并且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 具有复原力的互联网呢 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而且能够为亚地斯亚北巴创建共同的未来 欢迎大家来到亚地斯亚北巴 请大家鼓掌 这个多力相关方模型的平台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它不仅对于东道国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有 我们这个地区有1.2亿人民 有许多人都是年轻人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国家 我们致力于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数字战略 而继2025数字埃塞俄比亚 并且我们拥有自己的数字战略 创建一个包容的 开放的 繁荣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同时 还有非常大的机会 来进一步促进电信行业的发展 阁下 总理阁下第17届年度IGF 采用完全混合型的模式召开会议 我们有许多在线的参与者 这一节会议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 不论他们是在现场参会 还是在世界各地参会 那么我们的论坛已经创建了五个主题 联系所有的成员保护人权 避免互联网碎片化 治理数据 保护隐私 实现安全 和问责制女士们先生们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第17届IGF会议 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Antonio Pedro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代理执行秘书 做演讲 阿比阿利格夏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理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李军华先生 尊敬的来宾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 能够来到亚迪斯亚北巴的联合国会议中心 欢迎大家 我感谢埃塞俄比亚总理的参会 感谢埃塞俄比亚政府在非洲大陆上举办IGF的大会 我同时还想感谢 IGF秘书长 决定在非洲举办IGF大会 女士们先生们 阁下 自上一次开会 在卡特维茨开会以来 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一年中 全世界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近的一些 挑战全球危机 包括 气候变化 新冠肺炎的疫情 都 以及乌克兰的战争 都给全球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并且它会影响着未来的数字化转型 今年的论坛 提供各种各类的主题 包括具有复原力的互联网 以及共享的可持续的共同未来 我们在这场会议中将会讨论这些话题 这使得我们有一个机会 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些加速器 数字转型的加速器 并且弥补数字鸿沟 通过一种合作的 共同的倡议的模式 在这方面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论坛正在开始 正在举行 在非洲大陆上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上网 这意味着将近有8.71亿人民没有上网 此外 在我们的农村和城市地区都没有上网 另外呢 还有使用的鸿沟 也是非洲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尽管有70%的非洲人员 他们都能够使用移动手机互联网 但是其中25%的人员 他们都只是使用这个服务 而 这一个重要的理由呢 是因为 移动互联网是非常昂贵的 而且我们这里的低收入人群比较高 这种数字扫盲技能的缺乏 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的障碍 它影响着我们的数字兼容 这种技术技能在 疫情的影响大变得越来越严重 它影响着网上教育 电子保健 电子商务 我们需要有有意义的数字联系 连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阁下 女士们 先生们 尽管目前在非洲 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比较落后 但是有几个重要的领域 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发展 比如说普遍连接 普遍接入 电力 以及电器的发展和工业的自动化 在这个大陆上 我们看到了重要的发展 电子商务已经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 收入也逐渐增增加 使得人们脱贫 在加纳 比如说在加纳 B2B的电子商务项目 已经为农业中心提供了便利 连接了一万多名农民和买家 使得他们能够确保自己的产出 能够获得很好的回报 在几内亚 我们提供数字保健 为农村的几内亚和肯尼亚人民提供 编程的课程 在非洲论坛上 我们有五万个数据 科学家正在寻找 解决非洲问题的 具有创新性的方案 国家必须要共同合作 来实现一个政策环境 尼日利亚签署了ACT2022 在今年的10月份 为各大企业提供了五年的 这样一个免税和减税的政策 与塞内加尔和图尼斯 共同启动这个工作 电子政务呢 也在不断的发展 帮助我们能够实现社会服务 和社会金融的民主化 在卢旺达 目前已经有 1100多万公民在卢旺达 能够上网 而且我们也提供超过105种服务 在网上 他包括民间保健教育 土地旅游和交通服务 多哥也启动了自己的 冷数字社会的援助项目 Novici也提供了其他的课程 来帮助工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并且在疫情之后 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截至2022年3月 Venovici已经实现了 9.9亿左右的福利 并且分发了大概2390万美元 本地的语言 以及我们在这个电子商务 以及电子学习 以及AI的技术方面 都在不断地支持非洲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包括健康教育农业学策 这些例子呢 都体现了在非洲 数字空间和景观 已经正在改变了 目前是我们需要加大投入 来弥补技术和数字 基础设设施鸿沟 利用数字技术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环保 更兼容的数字世界的时刻 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点 我们的大陆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也将会从中获益 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的主题 今年IGF的主题 包括五个主题 它与ECA的工作 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过去几年来 非洲的经济委员会 已经执行和促进了多个项目 来支持联合所有的人员保护人权 包括通过组织编程班 例如非洲的女生 有这样一个编程班 而且使得两万五千多名女生 和年轻人 他们年龄在12到25岁 都能够获得这种先进的技术 学习这种先进的技术 另外我们还要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 要有一个标准的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同各国政府和政策进行合作 并且同非盟进行合作 在非盟国家电信联盟的组织下 在2022年的2月份 我们要为这个大洲提供这样一个框架 数据治理的框架 来确保政府的管理是安全稳定和具有负责性的 并且使得非洲的合作和研究中心 也能够在网络安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另外我们还要应对本大陆所面临的网络安全的攻击 最后呢 ECA也在同 大家一起合作来应对一些先进技术 包括AI技术所带来的挑战 来支持首个非洲的AI中心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问题仍然存在 那么我们怎样来确保有一个复原力的 不被分岁化的这样一个互联网呢 我们需要多个行业的合作来解决这些 这五大问题从而促进我们能够实现SDG 可持续发展和相关的非盟的议程 首先我们要制定数字基础设施 此外呢 我们要对监管进行协调 此外呢 我们要有具体适当的促进创新的政策 第四点 我们要实施数字技术 目的是要确保可接入性 兼容性 第五点就是私营部门的参与 是非常重要的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预祝大家在今天的会议取得愿门的成功 非常感谢 Pedro先生 他是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代理执行秘书 他欢迎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开幕式 接下来我想邀请李俊华先生 他是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父母书长 请他致辞并介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视频致辞 李先生请发言 非常感谢阿哈马的总理阁下 我各位尊敬的同事们 以及非洲经济委员会带来这些秘书 Pedro先生 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 我热情的欢迎大家出席第17届的互联网治理论坛 我非常荣幸去邀请联合国秘书长 做一个视频的致辞 我们通常话听到未来是数字的 但是数字化的委员必须以人为中心 我们要建设一个弹性的互联网 是一个共享可持续的共同未来 我们提出了全球数字契约 它应当是开放的自由的包容性的并且是安全的 我们目标是在2024年未来峰会的时候 对全球数字契约达成一致 我希望来自技术公司 公民社会 学术界和其他的领域都能够参与进来 它是以人权为中心 首先我们要实现普遍的连接 第二点呢就是要弥补数字鸿沟 并且将30亿人连接上网 第二点我们要有安全的 甚至是有一个数字空间 它首先呢要能够提供言论自由 而且我们要能够去防止网上的霸凌 目的呢就是促进自由 人权 第三点数字契约 它应当把重点放在政府与技术社群展开合作 来推出一个安全有责任的属使用数据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滥用数据 我们的数据用它来去力控制自己的公民的行为 并且侵犯了人们的人权 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个安全平等开放的未来 我们必须要防止这样对隐私和人类尊严的 侵犯 我敦促 IGF和领导小组能够把这一切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 从而能够开创一个包容性的 可持续的安全的数字化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跟联合国秘书主一起 我非常的感谢爱塞俄比亚政府 能够把这个重要的会议来到它的出发点 我们非常感谢非洲经委会所给予的支持 特别是我们互联网治理论坛 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 在05年的时候 我们召开了 信息社会的峰会 而且之后 十年之后 在诺诺比 我们再次召开了 互联网治理论坛 但是呢 非洲现在上线上网的人数是最少的 他在全球上 还没有上网的人群当中 非洲最为为数众多 所以这与发展中发达国家 比如说欧洲相比呢 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欧洲89%的人群都很容易 去上网 在这里 非洲的国家和人民 我们有面与掉队的风险 我们要为非洲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我希望ICF能够帮助加快分舟的数字转型 互联网是一个过渡 对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数字的赋能 数字技术 互联网能够作为我们发展的引擎 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服务 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建设数字经济 通过互联网 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 发展电子商务 即便是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发展经济 想要实行个开放自由 安全的数字未来 我们需要有弹性的互联网 因此这届的互联网治理大会 我们共同的任务呢 就是去为我们共享可持续的未来 去建设一个弹性的互联网 来建设一个弹性的互联网 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应对互联网 所包含的黑暗的一面 那些没有上网的被落在后面更远了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平等 特别是代际之间的不平等 与此同时 那些能够上网的人 每天都会面临虚假信息 错误信息和假新闻 它影响我们如何工作 如何相互之间进行互动 而且网络的攻击 也是非常猖獗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钓鱼 拒绝服务 而且侵犯人的隐私 这个清单很长 作为一个集体 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能够建设一个数字的未来 去应对这些不足 我们必须要确保 技术带来的承诺 它不能够允许滥用 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互联网治理论坛 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 作为一个链接者 互联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 能够完全单打独斗 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希望大家通过参与 在线和线下的会议 我们有领导人 有利益相关者 他们代表了政府 国际政府兼组织 公民社会 学术界 技术社群和工商业界 他们都参与 三百多场不同的会议 本周 我相信我们会有新的 激人深省的新的观点 能够帮助我们去保护人权 防止互联网的碎片化 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 从而能够创建安全 问责制 并且促进先进的技术 让我们强调 我们在数字空间 可以做到的 能够实现的未来 在互联网制里论坛 能够让我们共同的分享 政策解决方案 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 去识别出哪些潜在的问题 而且让相关的公众机构 和公众都能够认识到 这样的问题 我们想利用IGF 让所有的人都参与 来塑造出全球的标准 或者是规范 同时我们要促进 全球协调的法规 我非常期待 在本周我们展开 富有成效的讨论 数字是能够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能够加快我们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联合国 致力于跟大家展开合作 来实现一些开放 安全和有弹性的互联网 谢谢大家的聆听 非常感谢 谢谢李军华先生 她是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女生们先生们 接下来我很荣幸 邀请艾塞尔比亚总理阿比阿哈摩达格夏 来上台发言 她是我们的嘉宾 非常感谢 谢谢 李俊华先生阁下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 各位尊敬的来宾 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领导人 以及学术界的代表女生们先生们 大家好 我热烈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亚迪斯亚碑巴 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个外交之都 我们这一届大会的主题是 弹性互联网共享可持续的共同未来 我们知道人类发源是在非洲 尽管已经过了十一年 十一年前 在非洲大陆举办了上一届的 上一次在非洲举办了IGF论坛 艾塞尔比亚非常的荣幸 能够邀请到这么尊敬的多元的来宾 来参加本届大会 各位阁下 互联网的诞生 毫无疑问给我们全球的社会 带来了重大的转变 我们身处的世界发生急剧的变化 互联网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全球的社会和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在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对互联网和互联网治理达成共识 为了弥补全球的数字鸿沟 特别是在非洲大陆 我们必须要共同的努力 毫无疑问 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陆 互联网有黑暗的一面 我们需要有明智的政策 我们也要有良好的实践 过去的四年充满挑战 也充满机遇 比如说互联网 充满了不实信息 另一方面 新冠疫情 使我们有一些政府和商界的活动受到阻碍 也阻碍了创新 我们认识到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仍然是在一个发展的道路上 在来实现埃塞俄比亚的繁荣 而手段应该是利用科技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纳入到埃塞俄比亚的十年发展规划的计划当中 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和冲突 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经济 依然是四撒哈拉非洲区域第三大的经济体 我们在挫折当中 致力于取得完整的 保持完整的主权 增加我们的工业化程度 拓展旅游业 使我们的各方各面的发展 取得最长足的进展 而互联网是和通信技术是最关键的技术 各位阁下 埃塞俄比亚的通信和数字转型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考虑到我们正在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 改善互联互通信 扩展互联网的接入 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是我们变信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尤其是对商业领域 在2022年我们 显示互联网治理层面 已经有了一个1900万人 和1300万人的增长 分别是在2017和2022年 4年之前 我们采纳了一个国家规划 为 这个 埃塞俄比亚 迈向更加有包容性的数码经济提供支持 以创建一个 强有力的数字平台来支持数字生态系统 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强 互联网的安全和韧性 我们正在努力的提升 市民公民对于互联网的相关事物 在埃塞俄比亚的认识 我们认识到 在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 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进行了有关AI的 科技方面的研究 我们建立了 AI人工智能研究所 致力于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利益 和提升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力 以促进 AI服务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发展 这个研究所最近呢 正在就 医疗教育 农业和交通等方面呢 做出贡献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互联网 为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知识的民主化 以及通信的民主化 是赋予人民权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但是今天 这个互联网的中立性 是受到质疑的 巨型平台 控制着内容 他们也控制着个人数据 以及人工智能的力量 很快他们还会占据 其他方面的门户 而在政治上呢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参与 以达到更好的 政治的稳定性 主权的完整 以及价值观的保持 现在这些挑战 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敌人 各位阁下 现在不断快速变化的 全球形势 使得我们 创造出大量的数据 但是我们保持紧直乐观 关于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 数据战略 以及数据治理和网络安全 我们都要小心 谨慎 要取得各方面的网络 有关的数据传输路径等方面的各种挑战 做好这样的准备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让数据战略得以加强 我们需要防止让AI无序的发展 对其进行适度的监控 非洲国家 应该履行与我们价值一致的 治理互联网的方式 以良好的方式来发展科技 所以我们专注于互联网空间的信任 公平和安全 IGF论坛为我们铺平了一条探讨和探索的道路 实现可持续性安全稳定和互联网的发展 我呼吁在这次论坛上 我们进行高质量的探讨 产出更多的令人启发着思考的想法 来取得实质的 可以执行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相信 我们希望 IGEF的第17届论坛取得成功 非常感谢 感谢 阿比亚海迈达尔利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理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呢 李俊华先生和总理先生 以及各位阁下 请到台上 进行合影 女士们先生们 总理阁下 大力支持数码转型 那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 也是他一直关切的 所以请各位 对他们这一敬意 在亚里斯拉巴巴举行的 这次盛会 对实现这些目标 也是至关重要的 好 请各位就座 谢谢 明师们先生们 IGEF第17届论坛会议 2020年 埃塞俄比亚 现在 现在